哈囉各位 有收看我的頻道的人呢 都知道我私底下會收藏一些 比較特別的一個 早年的一個像這種 LCD或是LSI 液晶螢幕的一個玩具 那今天呢 我要為各位介紹的這一款呢也是我 偶然間購得的一款 我覺得蠻特別的玩具 那這一款呢 因為我在它的包裝跟 沒有包裝就是它的外面 整個介面上呢 我完全找不到一個製造商的名字 只知道它叫Penbo 然後 我稍微上網去Google了一下呢 我有看到這一款的外包裝 就是一個透明的細索盒 可是呢 廠商名稱依舊是非常的不明確 所以呢我合理的 合理的認知呢 這是一款算是比較雜牌的一個 LSI的遊戲機 那這一款呢 Penbo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一個撞球台 不是你各位看到那個撞球台喔 是那種彈珠台那種 類似那種電子彈珠台這樣子喔 彈珠台 那這一款呢 我之所以買下去呢 我發覺它很特別 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因為呢它除了 這是一個彈珠台遊戲以外呢 它還附帶了一個很酷的一個振動功能 所以我才會覺得這個東西還蠻厲害的 在這邊跟各位介紹 那外觀呢 就像各位看到的這樣子喔 基本上手呢 在 可以放在像這樣子拿著 有分Game1 Game2 這個就是分 這個就是屬於 我把頁面打開讓各位看好了 頁面就像各位看到的這樣子 一個彈珠呢 會像這樣子 在這上面兩個 棍子這樣 把彈珠向上打 就各位所熟知的彈珠台 那Game1跟Game2呢 分別就是控制彈珠的 這個把手的左邊跟右邊 然後就是不停的撞擊 然後得到高分這樣子 那這一顆按鈕呢 就是 選擇它的一個震動跟音效功能 按次把它關掉 再按一次就打開 然後這邊呢 就是一個開機鍵 開始鍵跟暫停鍵 reset 這個是可以把上面的分數給洗掉 這個是有記憶分數的功能 那遊戲畫面就像這樣子 那這邊會有三條命 然後你按這一顆 是把球發出去 然後整個機器就會跟著震動 各位可以看喔 有聽到那個 那就是震動的聲音 它連在敲打都會有震動的聲音 然後這是控制左邊 然後這是控制它的右邊 像這樣子就是不斷的敲打 然後爭取高分數 然後在你打的時候呢 一樣會開啟一些特殊的隱藏的一個功能跟介面 這邊敲打會有隱藏 然後如果掉下去之後呢 就會損失一條命 然後你一共有三條命 在發球就是一樣按著 那當然你可以不用按到底 它會接著你的發球的力道 那本身很酷的是它有一個像這樣的震動功能 各位看喔 有沒有看到 震動力還非常的強 你可以看 震動到整台都會動 所以我說它很酷就在這邊 各位可以再看一次 你看 它震動到整台機子都會像這樣子動 你看 超酷的 這個也是我拿到這台機器最酷的地方 那當然啊 遊戲的這種東西呢 也是屬於一個三分鐘解悶系列的電動玩具 就是可以這樣打打打 大概三分鐘的時間 讓你可以排解你的煩憂 在當年 但是真的是找不到一個版權的授權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它的製造地 跟製造廠商 製造地知道 製造地是Made in China 大陸製造的 但是廠商是真的不知道 然後這個東西真的已經有一定的年份了 年份上也是不可考了 也不清楚它到底是什麼時候 不過我覺得很高興是 它身上這些液晶的畫面 都沒有因為電池的關係而異化 或是整個 露液什麼之類的 都沒有 非常的完美 震動功能一樣有 聲音功能也有 螢幕也沒有任何的問題 這也是我收到這台 其實還蠻高興的 那我拿到它的價錢呢 其實也 還算非常的OK 對這種早年的電子玩具 基本上 我算還蠻敢花的 對 那 在這邊呢 短短的幾分鐘的影片 推薦給各位 那雖然這個東西可能 你要買的話 必須可能要上eBay去找 這個在eBay呢 這邊就可以透露一下價格了 這台東西在eBay買呢 大概 二手這樣裸裝 無盒的話呢 是 29.99美金 大概30塊美金 那各位自己去換算 這一張一台 大概30塊美金 那這個是不包含 從國外運送回來的運費 那在這邊 就推薦給各位囉 雖然可能 各位對這種玩意兒 一點興趣都沒有 那 也是 混雜在裡面 分享給各位啦 那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介紹呢 就 幫我下面點個讚 如果你覺得 下次可以希望再看到我的影片呢 那麻煩你就是幫我 加個訂閱追蹤 這樣子 就可以 無時無刻的 莫名其妙的 很突然的 看我發 新的 影片 那我的影片呢 就是以變形合體玩具為主 那 像這種電子玩具跟可動玩具 是作為一個輔助 當然呢 我介紹的東西呢 有可能是新玩具 也有可能是舊玩具 那 都不一定 那是看我的心情 我沒有一定要 變形金剛 也沒有一定要 電子玩具 也沒有一定要可動玩 都是隨隨機的 那 如果覺得我的介紹的風格呢 跟我整個 像這樣這麼 莫名其妙 完全不經過任何 簡介也沒有任何的 其他修飾的 這樣子的解說 你能夠接受呢 就 訂閱我吧 好啦 今天就洛莉巴說的 花了各位 六分半的時間 介紹這台 評報給各位 謝謝各位